這個大陸早就想打破 這個油圓的一個循環 過去全部都是美元 大陸大概想想了20年 那這次對大陸來講也是個機會 有機會誰不要抓呢 華爾街日報報導 這個輸出國家的組織 沙烏地阿拉伯已經跟大陸討論 這昨天我們講到 就是雙方用人民幣計價 來買這個原油 這個部分斷斷續續談了6年 現在是個契機 因為沙烏地阿拉伯 跟美國的關係也卡卡的 對於伊朗問題 很多事情 不太滿意 不太滿意的話 我就去找別的市場等等 另一頭你看到大陸採購 沙烏地阿拉伯出口 大概25%以上的原油 如果用人民幣計價的話 當然是有助於提升 人民幣的地位 還不止它 之前這個印度 要考慮跟俄羅斯購買 有的說是盧布 也有的說是人民幣計價 所以沙烏地考慮在 國營石油的計價模式當中 納入以人民幣計價的期貨合約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人民幣油源 之前我們不是講說是美元油源嗎 這個就是人民幣油源 等於是有一種 另外的一種新的產品出來了 目前全球有八成的石油銷售 是採用美元的價格計算 那麼沙烏地阿拉伯沒有錯 1974年以來 因為美國給他安全上的保證 幫助他去抵禦以色列 所以一直乖乖的用美元交易石油 但世界是會變的對不對 關係也會變 過去我跟你很好 你農我農當然這樣做 但現在你不農我不農的話 我就想想看別的 再加上大陸非常非常的積極 所以董哥你怎麼看 最近如果大家關心財經議題的話 這一題討論得超級熱烈 美國的霸權是不是第一個 倒掉的骨牌 就從這裡開始 沒有錯 美國其實他很早就有警戒 到不是戰爭時候才開始有警戒 那我們當然知道 1974年他的油源 等於說用美元來電 當作他的那個基礎 讓全世界你買石油 都必須用美元來計價 那時候美元非常的壯大 可是這些年的改變 改變在哪裡 2009年 中國大陸那時候就積極在推動 這一方面要把人民幣的地位 把它提高 那他的採取的方式非常多 包括說他可以 大家來互換貨幣跟其他國家 然後也可以和就是在境外 那種貨幣的清算 那這些作法的話 他一路在提高 提高最具體的動作 2009年的時候 他就有一個 虔誠的一個步驟 這步驟那時候美國就有警戒 那簡單講 我們從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很多國家 你跟我做生意 那我在推動一帶跟一路的時候 這些 就是用人民幣來換算 來買貨物 來互相相抵 所以很多國家是願意 那很多國家他也積極要做基礎建設 那你如果要用的錢是怎麼樣 從亞投行 亞投行那邊也是 供應的也是人民幣 所以這個時候 美國他是非常警戒的 他覺得說這個是 衝著我來 我們知道全世界五大貨幣 當然美國最強 歐盟 英鎊 日元 然後就人民幣 其實人民幣是排第二 第二強 那這個他是有實際的數據 2016年大陸他加入了 我們知道世界貨幣基金IMF 那他裡面的那個特別提款權 就在我們英文叫做SDR 就大陸加入 那加入你對其他各國來講 他是方便的 所以這個變成他的貨幣 越來越強的時候 就威脅到美國 所以可以解釋為什麼 這些年來 美國一直在抵制大陸 一直用很多貿易障礙 來修理他 其實跟這個也有相當大的 關係 那我們看到這場戰爭 讓很多人看清楚了 最主要就是美國過去 當作盟友的那些夥伴 為什麼 他積極考慮我不要再用美元了 過去被你吃了死死了 過去你是老大 但是你這個老大 沒有老大的樣子 就是專門在吃小弟 那我們現在要改一個 忠實的盟友 那這裡面最具體當然就是 代表性當然是沙烏地阿拉伯 大家知道他跟美國的關係 其實這些人有很大變化 有很大變化 那這個變化以後 影響到其他的阿拉伯國家 美國一直在指控 新疆種族媚絕 什麼強迫勞動 所有阿拉伯國家不為所動 沒有人出來譴責 譴責都是那些 陪著美國在收訪的 因為美國是收訪 美國沒有任何政績 但我覺得這個俄烏戰爭 也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轉變 因為說真的 你說像這個 這次有很多俄羅斯的一些富豪 他們的這個美元的財產 在美國的財產 全部都被沒收 因為你想想看 像是買油 買這種大宗物資等等 用美元計價 所以這些富豪 他們經營大宗物資的 這些富豪們 平常要囤積很多美元 那這個美元說實話 他交易其實就是一個 你不可能報現金 就是電腦上的一個交易數字 但是只要在這個電腦交易 透過SWIFT的美元系統 全部都可以被美國政府掌握 也就是說 沒收可能就是按個鍵 就卡住了 就沒了 所以對於這些富豪來講 天啊 這個我平常的美元資產 重點在於不安全 我不管有多少錢來講 都叫做不安全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當然我們知道全球的財富 大部分是由少數的人 少數的有錢人所掌握 所以這些有錢人 在思考什麼呢 在這個俄烏戰爭當中 他們恐怕思考到美元的 資產的安全性 董哥 所以我覺得安全性 是最重要的 辛辛苦苦的一輩子 這錢登了一下 按個鍵就沒了 因為美國採取的這種 假裝自己很正義 那其實是淚奪的手法 讓全世界很多人不以為難 因為在於所謂的普世價值 尤其歐美所強調的 私人財產是最大的 他比政府大 你政府不能去動我的私人財產 除非法院認為我這個錢的來源 是怎麼樣怎麼樣才可以動 幾次皆難 包括台灣都是這樣 可是你今天因為有戰爭 有戰爭你就開始制裁 你要嘛你去制裁普丁 大家也就算了 你是所有俄國人民 或者二一的那些人你通通 那這個完全沒有法律的基礎 那非常的惡劣 就是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他們每天就很高興的宣布 俄羅斯哪一個富豪的遊艇 又被我們既為己有 不要講說我們來制裁他 你制裁他幹嘛 他也沒有去支持普丁 他也沒有 你也沒證據說他拿錢給普丁 提供金火 而且這算是有 好歹要有個調查 有個法律程序 是 但是可以這樣完全不用 我說你有你就有 是 所以好幾個國家 包括義大利還很得意 那個遊艇是幾百幾億的美金 好高興 好像覺得自己很理所當然 這個是匪夷手師 所以你如果在全世界 您剛剛所講的 全世界財務集中在富豪手上 富豪他的錢 他對於這個國際上來講 他是非常穩定的 即使他是俄羅斯級的 一樣穩定 今天看到你們這些手法的話 其他國家的富豪也會擔心 萬一將來怎麼樣 我美元的 你美國 個人之外還有央行 俄羅斯央行也是 也有一些美元的貨幣 這個出身在國位 他只要是美元貨幣 美國都可以監管得到 也就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所有的俄羅斯央行的美元貨幣 咔一下就被凍在那裡 歐元也有 歐元也是 歐元 瑞郎 英鎑 甚至新加坡幣 通通加入 對 所以這個東西我覺得 是危機 是個警訊 所以這也會讓各國開始思考 我平常我的儲備貨幣 是不是要更多的去分散風險 聽說最近好像連什麼韓元 大家都在考慮 對 因為沒有加入 這是制裁的這些國家 就是考慮對象 這個最大一隻當然是大陸 對 因為現在這些國家是連在一起 嚇死了 他的銀行變成強盜 國家也變成搶匪 就是國家跟銀行 一起搶你的錢 搶你的資產 所以 而且還用正義之名 對 他用正義之名 這個是我看是 應該算是二次大戰以來第一次 第一次 第一次 就是說 因為他們這個社會建立在 所謂的保障 絕對保障私有財產 因為你這個你去把人家的公有財產 你去充公可以 可是私有財產不行 所以他把這些富豪 什麼一起列入制裁對象 現在就是這樣做了 這樣子是 所以就變成就是說 你如果說你自己是開銀行的 你有一天突然把人家存款戶說 對不起你的錢現在變成我的了 那你這個銀行還要不要開 如果有些睡眠問題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 我們往往推出的這個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上一包 就可以讓大家清爽無負擔 告訴大家在哪裡購買 這個地方有我們QR Call 小瞄一下就可以到快點購網站上 來購買 這裡有我的推薦代碼 CTI321 邀請大家多多支持